大家好,我是吴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一節就說說爆蛇了 OK仔說難得 無線兩套劇集都成熱耳 也是啊 這套熱一點 那套沒那麼熱 美麗戰場沒那麼熱 是這次尾尾被人熱了 尾尾不要說了,又戒燈了 又戒的 先說說窗邊的灰塵 好啊 流雨淚的裂痕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 說說爆蛇呢 蛤? 寫定了一百七十字身後事 什麼啊? 不用不用啊? 剛剛那個劇情說到他為自己轉了一個靈位嘛 在轉轉轉轉轉個神主牌 接著林敏聰說 一認他做老母嘛 想個公屋加他的名字嘛 兩邊鼓鼓滑滑的 說那個劇情 接著說說丁先生去追追追林敏聰的老婆 追追誰?江美怡 過美怡 神經病的,這些劇情也有 不過他是預告的,可能是錯摸也未受 你知道是無線最喜歡錯摸的嘛 說起爆蛇 其實這套東西原來 背景是說08年金融海嘯之後 車志明啊 賣了一層樓 傻傻傻傻 誰知道呢 這14年呢從來沒有跌過那些價錢 去到08至14年就是2022了 這樣就不夠貼了,現在便宜了嘛 對,如果這套劇還沒出現在可以寫這段下去 最適合的,不是剛剛拍的 最適合的那些不寫 對的,故事是這樣才好看的嘛 追不到樓架,上不上車 很多淒涼的東西,林敏聰昨天又哭了 抱著江美儀,兩個還疼臉 疼來疼去,真是抑軌了阿聰哥 江美儀年輕人很漂亮的 漂亮得神經 現在也漂亮的 現在漂亮,在他的年紀不是漂亮的 但是他年輕的時候 你看到是會傻了嘛 是,撞的 真的撞了一聲 爆起證也是撞了一聲的 以前是花彈來的 說他為老公放棄做花彈,做甘草 不是吧 看看爆姐是怎樣的 他這一套劇是做一個古怪的老人家 你說他古怪,我又覺得他不是很古怪 因為他的樣子容易入口,Emma婆婆 尤其是車賣物叫他,真的很好聽 Emma婆婆 如果再怪相一點 說真的,現實世界怪的老人家多的事 我夠膽說,我媽也怪了他 他不是很怪的 說到跟林敏聰做母子關係 這個叫做繼母 兩個人的戲中不少對手戲 他說拍這傢伙,林敏聰弄得頭都大了 他說因為林敏聰是經常不跟劇本走的 即興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他說,令到爆姐是接不到對白的 很多人都投訴過這件事 這樣才很好看 但是,不過這些呢 如果你是不能玩的那些人 因為接下來你知不知道無線是重播 大家投票了一套劇叫做男親女愛 哇,王子華 最高票數是男親女愛 你知道當時有人不跟劇本 有一個人是罵 但是 他當然有他的專業 但是那方面有那方面的鬼才 就是蕭亮罵王子華 我又聽過了 又聽過說,你也不跟劇本 劇本也不是這樣寫 有些人就比較執著 那大哥,那個是請你不跟劇本的嘛 就是要那些爆的火花 然後你看到蕭亮拍完那套沒有蕭亮嗎 王子華繼續有王子華 人家就是要這些嘛 是不是 好了,講到爆姐其實做一些很慈母的角色 是深入民心 如果想起之前是肥貓 不是肥貓 肥貓正傳 嗯 正則士 什麼肥貓流浪記 那些 之前那個角色 肥貓的媽媽不是他演的 另外一個女人演的 之後變成了 ATV變成了爆姐 深入民心 但是他這次其實一反常態 演一個古怪的獨居老人 他又不是很古怪 他做的事情也有原因 走去騷擾別人 錄別人的音 原來想自己聽雜聲 他家裡其實 其實也是很悲悲 很慘的 一個人這樣 那些人有時候 有時候有些錢 這樣說 劇情就說 日到夜 都在投訴 這個爆姐 就說 很多火花 和林敏聰 因為林敏聰其實以前是做talk為主 做主持 講一下即興 執政事 很多時候 他不跟劇本走 令到就算是金像獎影后爆姐 都感到不知所措 但是慢慢大家習慣了他爆肚 就懂得怎樣對付他 那樣的 爆起症 出身演藝世家 我很喜歡看他父親演戲 爆芳 當時好像做極樂老人 在這套叫做 開西蠔合 周星馳最後跟爆芳學習 然後就很厲害 然後爆芳香了 在那套劇裡面 他弟弟也是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攝影師 爆德希是他弟弟 真是演藝世家 爆起症 中學畢業之後 加入了長逢新電影訓練班 當演員 當時認識了丈夫方平 方平常在杜Sir的電影裡出現 杜其鋒的電影出現 不過當時他們沒有愛火花的朋友 他說 爆起症 擔心方平 異性元太好了 他說他眼睛大大又帥 他說兩個人 以前經常演兄妹 好像陳豪和陳欣薇 演到天梯 他們兩個做兄妹 做兄妹也搞得了 爆起症 他說 方平的丈夫 當時跟他很友善 他形容對方年輕 十分英俊 十年間 那就是擔心的 十年裡過百女朋友 嘩 真是機不擇食 真是飛進花叢中 人間哪有真情在 總之是女兒我也愛 就是他老公 可以形容 以前的人形容我 怎麼搞的 我不是的 好了 每個新女朋友都帶給他過目 朋友到這樣 後來兩個人 因為白髮魔女轉 飾演情侶 兩個人似乎 對對方 有些不同的感覺 白髮魔女 是不是演什麼 煉藝常 阿爆姐 方平就是卓一行 我猜 我不知道 還沒看過他那一隻 我看過哥哥 和 跟誰那個 說不出 叫什麼名字 白髮魔女 你也不懂 忘記了 你也說不出 想想 想不到 有些網友在下面寫 留言 林青霞 說不出 之後因為白髮魔女 兩個成為了情侶 不過 老公好像經常被人感覺愛玩 感情又不認真 當時 很多人叫他 不要黏這個人 不要貪他英俊 他父親 爆 爆荒 忘記了 他父親 爆荒 然後就說 不行 提醒他 小心 方平這些 不是不好 不過 女人太黃 你看他 全身都是女人 是 很多人都曾經這樣形容過我 他沒有說不是不好 他只是說我這個人 周圍扣女 傻了 戴了口罩 廢了武功 雖然爆起症 都擔心過這件事 不過最後都選擇了相信自己 決定嫁給方平 他說自己 很了解 愛對方 方平說另一半 他的心 他覺得我最適合他 我很愛他 十年後 分開都不枉此生 嘩 又不要這樣 我說到1979年 我們還沒出生 爆起症和方平 電影公司解約 拉著天窗 生了女兒 一起失業 一起沒事做 經濟壓力大 很嚴重 你不吃女兒都要吃 生活貧困 爆起症 為了養家 轉頭禮的電視 本身是花彈 降格就做甘草 當時爆起症 在亞視演出多部電視劇 什麼都要做 下午摩摩茶也關他的事 嘩 多久 這個 2013年 約滿亞視也面臨倒閉 爆姐轉去無線 據知TVB一直跟爆姐都有談合約 勸了30年 他不肯過去 因為他爸爸那時候在無線 不肯過去 好像有說過後悔沒有和爸爸演過一套劇 這樣的 真的 因為是死忠心 沒有辦法 ATV ATV那時候也不是那麼差的 是的 是的 那他老公又怎樣 同時活躍在影視圈 身份 原來是一個製片人家導演 長住內地 發達了 你說有異性緣的長住內地會怎樣 搞到他們工作需要長期分隔兩地 娛樂圈誘惑多 丈夫又貪美又會哄女孩 但是爆姐似乎對這段40年的婚姻也很有信心 她說拍拖的時候 她已經為家人將來計劃 有了她就有依求 令我無後顧之憂 更大讚 方平結婚之後 她就很安分 做事也有分寸 有顧家 好老公 不要亂說話 40年 兒孫滿堂 現在一家四口都非常幸福 有支爆起症 在台灣拍一套 他еж出身子 時ffings映上有癌痕痕痕痕癌患者 這叫他感觸 edit 跟女兒 交大了一個身後事 一百七十字身後事 他說如果父母 illegally先乾淨 melhores問題 他一定會照顧自己 或把我送到老人院便好 如果讓他先乾淨 父母 因為他為你的男人性格 你一定要照顧他 因為他自小 就是一个骄傲的人 你千万不要扔他去老人院 什么时候我都为他想多些 听到都心酸 骄傲 明知他骄傲都跟他一起 一个人厉害 他就会骄傲 自信和自大 是一线自差 自大就个个都不好 他自己好 自信就我好你也好 自大自大未必好 自大自信会好 自大有时候会做错事 自大自大就叫做自大 也看不顺眼 自信也懂得欣赏别人的长处 有得分的 有些人很不懂得分 他说他跟老公对于死后安葬 也达到共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杀在花园杀在海就行了 不要浪费地方和资源 老人需要学习如何对待最后的生命 没有人天生就可以豁达 多些做自己还有能力做的事 多跟身边的人说 多谢 爱他们 哎呦 臭皮囊有什么所谓 有些人看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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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看得不清楚的 要封光的 有些人就简单单单 因为你生来也是这样来的 你离开又是简单离去 你只不过在这个人繁尘里面过了一段精彩的人生 就是这样的 你需要不要去到尾都说 不行 要差点蜜 没有这个世代 看你自己怎样看 放下 放下 是啊 放下就开心了 有些人不行的 你没有想到这部电影 林敏聪打算是负责搞笑的 这部电影是哭包的 有访问说他什么 一来就打算搞笑片 是的 然后跟我说有八场哭气 然后还有四场 不行的 他自己也说的 有几场自己加的 我见到林敏聪访问的时候 他去到有个位置 跟江薇宜的车 尽等待 可能还没上位 他说一拉一个剧本 看见这一场内心戏 对啊 为什么是他演的 应该要哭的 不就是他跟江薇宜那一场要哭的 我在这一部剧 你见到林敏聪的访问 他正经那一面 真的挺让人害怕的 他正经起来那一刻 他原来那些哭气全部一踢过 是的 他说自我要求高 他说这次首次拍剧 但是对手是江美怡也赞了林敏聪 江美怡也超好戏的嘛 赞了林敏聪 他自我要求很高的 他说林敏聪 因为身为演员 会很专业的 一做就认真做 随便不要做了 对于自我要求的林敏聪 江美怡就说跟他很合适 因为他是一个很紧张很认真的人 所以这次拍摄的过程比想象中流畅 嗯 有很多哭气 说他全部是一踢过 因为林敏聪事前跟导演谈好了 只会哭一次而已 再哭一次就会不同了 有偏差的 是 所以拍摄前 连林敏聪也会跟导演沟通好整个流程 然后就直接埋位做一次而已 是 哇 他那些拦着拦着拦着 那些烟烟烟烟 哇 看到 真是 不是 又是很惨的 有个位置很残忍的 说他 因为他层楼好像卖给丁先生嘛 卖给很高的那个嘛 然后他说 搞到没有那层楼 还要你走回去 我们以前的旧屋做工人 哇 两个抱着在那里哭 是很鬼死伤感的 喊老爸那一刻 老爸 打开一个门 是吗 是吗 不是 他说他跟爆姐说 你把我老爸摆在那里 穿下那只狗 穿下那只狗 那个位置 又是很厉害的 没错没错 他说林敏聪那首主题曲 是点名声梦的一个学员唱的 是的 不懂读他的名字 不懂你们新人改名字 可不可以简单一点 不懂的 A字头的 不是A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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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an 真的不懂读 也唱得挺好 不过就这么说 他唱完那首歌我整天 因为里面没有他的气氛 那个主唱的女分 我常常觉得是 千千跟我慢慢和他合唱的 感觉就是想是这样的 歌又唱得挺好的 林敏聪其实也挺鬼才的 全才的什么都可以 他导演都可以 对了 所以这部电影好看 我便不会在香港看到大结局了 大结局有时候真的 你上网可能会看到有人帮 有的 我找了方法的 是 每个地方 当然是每个地方 真的 好了 今天先讲到这里 爆姐那些 不用想 其实那个现实 和那个戏剧很相似 林敏聪就跟他说 你这么精灵 几十岁 都不用说这些东西 你很久玩了 老小生 他这个是很贴的 很多位都 对 给人的感觉很良好 对 分分钟真的是 试低 嗯 像的 但是你这样给了他 没有的 这些东西 说了两句 有些人就说 很多东西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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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仔 没有时间接不到 找了林敏聪 黑仔做我不看了 当然 很多人就说 你很多千千万万的原因 凑成这件事 又有千千万万的这两个原因 对 就是这两个女孩 吃了人的脚 神经病 千千看也挺好看的 不是赞万万 万万反而看YouTube看得下 他没有能力 那时候就不太好看 是 他那些是要 阿车慢慢要像 演迪士尼的公仔 那些人才会喜欢看他 有趣 他做回自己的时候 那时候 你看那些YouTube片 嗯 真的 明白的 是的 那就加油了 哎 做艺人的事都很难做 那些新人 不过这些剧又带到新人出来 是 挺好看 好啊 下次再聊其他题 拜拜